为了降低超商因劝戴口罩发生暴力事件的几率 行政院提出超商可以用店内广播代替店员口头劝导 记者实地直击多家超商发现只有部分超商有在店外贴上告示提醒民众戴口罩 至于提醒戴口罩的广播 今天上午大部分超商内并没有实施 店员更是一问三不知 这个好像还没有开始 这个有效果嘛 就是要劝导 避免跟他们冲突 超商店员说还没接到公司指令 民众则认为这是政府应该要负的责任 超商没有公权力去列出别人嘛 你只能劝导而已啊 劝导无效的话 这个时候应该就是公权力要介入嘛 政府严正宣示 但显然这项店内广播的措施 还没有彻底落实到各超商内 为了防疫 大多数的民众都相当配合 但是要彻底解决 因防疫衍生出的暴力问题 恐怕不是只靠便利商店的广播 就能解决 记者朱定荣 何梦千 张智人综合报导 宁明